第一次喝意识是在八年前 那个味道让我很怀念 我有个梦想 我觉得可以设计一台 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八年后我做到了 做了很多修改 然后经过很多测试 到最后我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我喜欢金属玻璃跟木洞 三种元素去做组合 我采用不锈钢的 我觉得它是卫生 不会有氧化的问题 机械一定都有活塞比较多 它无所不拆 但是拿来做咖啡机的可能比较少 热水进来活塞 然后又把它吐回去加热水 往番几次之后 我的机体就温度就达就够了 你就可以做吹去的动作了 那冲煮头上面这六个洞 它可以让分水纺的效率更好 那我的冲煮头的设计 它不复会去沾染到咖啡粉炸 所以说它不需要做清洁 就不愿意